朝鲜的前世今生十二 西汉时期中国著名史学家司马前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题通史史记 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一千两百年后高黎也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史学家金福士 他编著了三国史记 这本史书记载了高沟黎新罗百计三国的历史 被认为是朝鲜的史记 司马前生活在崇尚武力的汉武帝时代 一不小心就遭受了攻刑 而金福士却非常幸运的生活在高黎人宗时代 在这个时代以小中华自居的高黎和同时期的宋朝一样 众文清武 作为大金的蜀国 此时的高黎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 所以武将很受文官排挤 作为仁宗的心服大臣 文人出生的金福士官高权重 他的儿子金敦征更加嚣张 在一次宫廷宴会上 当众用烛火聚烧武官郑中夫的胡子 被郑中夫一顿胖揍 打狗还要看主人 他打狗要看主人 台湾后面是美国跟日本在保护 金福士火大了 直接把郑中夫关入大牢严刑拷打 最后仁宗出面释放了郑中夫 但仇恨的种子已经在郑中夫心中生根发芽 仁宗死后 一宗亡献即威 一宗是个贪图享乐的国君 他把权力下放给了金敦中等文臣 文臣们开启了作死的前奏 常常公开羞辱武臣 1170年忍无可忍的武将郑中夫 李一方等人发动兵变 废掉一宗拥立民宗 对文臣进行报复性大屠杀 此后武臣完全控制了朝局 甚至可以随意废立国王 高丽王朝进入了武人时代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争斗 在文人治理国家的时代 文臣间的内斗通常是多样化的 比如嫁祸 陷害 借刀杀人等等 而武人间的内斗就是简单粗暴 有实力就是王道 经过一波又一波血淋淋的清洗 有实力的武臣依次登上权力舞台 在这种混乱局面下 不堪压榨的农民和奴隶 也纷纷结竿而起 腐败 残暴 混乱 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1196年 武人出身的崔中宪成功控制了高黎政权 和前任的武人独裁者相比 崔中宪还是有些头脑 执政期间 改革石壁 镇压叛乱 维持了高黎政权的稳定 但中国北方的蒙古已经迅速崛起 并先后九次征伐高黎 1258年 抗战派的崔氏政权垮台 高黎国王投降蒙古 高黎的武人时代宣告结束 蒙古在高黎设置 争东行胜 把高黎作为远征日本的军事基地 1279年 蒙古在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政权 中原王朝被元朝取代 蒙古统治者把中国各民族划分为不同等级 残酷 剥削 迫害汉人 1351年 以韩山同 刘富通为首的白连教教徒 打着弥勒将生 冥王出世的旗号 发动红金军起义 1357年 红金军首领刘富通 决定分兵 东 中 西 三路 北伐蒙古 两年后 中路红金军打到辽东 决定先征服高黎 从而切断高黎对元朝的军事援助 1359年12月 4万红金军渡过鸭鲁江 连续攻克平让等多座城池 高黎人吓得四处逃亡 高黎拱命王最后动员全国兵力 击退了红金军 这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杂牌农民起义 第二年冬天 红金军再次攻入高黎 高黎主帅跑得比兔子还快 红金军很快占领高黎都城开京 功敏王也是仓皇逃跑 红金军开始焚烧宫殿 祸害当地百姓 当军心涣散的红金军在王城中享乐狂欢时 高黎援军开始三面围攻王都 高黎土豪李承贵在城中内应的帮助下率先杀入开京 红金军大败 此战之后 李承贵威名大振 成功的登上了朝鲜的历史舞台 而红金军的三路北伐先后战败 属于刘福通的时代结束了 朱元璋 陈有亮 张世成开始闪亮登场 红金军北伐虽然失败了 但他沉重的打击了元朝政府 不过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蒙元政权就像风暴中颠簸不沉的战船 而又使这座豪华战船沉没的 却是一个高黎太监瓢不花 高黎作为元朝的俘蜀国 一直不断的向中原提供太监和宫女 朴不花七岁时 就被送到元朝 成为一名光荣的太监 之后朴不花结识了 同样来自高黎的宫女齐承阳 两人相互依赖 成为了好朋友 聪慧的齐承阳成功获取了元顺帝的欢心 成为第二皇后 也就是齐皇后 作为齐皇后的心腹 朴不花也一步登天 后来朴不花和元朝将领贝罗天摩尔接了院 我们就叫他贝贝吧 贝贝是当时最善战的蒙古将领 也是红金军的克星 朴不花诬告他谋反 当时元朝掌握实权的皇太子 是齐皇后的儿子 为了顺利登上皇位 皇太子趁机消掉贝贝的兵权 一怒之下 贝贝打着清军策的名义攻入大都 元顺帝被迫交出朴不花 贝贝退兵后杀死了朴不花 就在贝贝进攻都城的时候 抗援势力纷纷响应 其中最有名的是郭子兴领导的红金军 郭子兴死后 朱元璋成功上位 最终一统天下 建立大明王朝 在元朝末年的皇室内斗中 蒙古将领贝贝显然是站在皇太子的对立面 而同时期还有一个名字也是贝罗天摩尔的 却是弟弟道道的太子党 这个贝贝是元朝的宗室成员 货真价实的魏王 魏王贝贝的女儿嫁给了高黎公敏王 公敏王是在元朝的扶植下登上的王位 和北宋昏君宋徽宗一样 公敏王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君王 但最让后人八卦的是公敏王有龙羊之痞 也就是说公敏王是个gay 按照高历史的记载 为了让王妃受孕 公敏王多次让他的男宠们和王妃刑防 当然这些故事也可能是后来的朝鲜王朝歪曲杜撰的 但是公敏王的确敏感善变 他登上王位不久就摆脱元朝的控制 诸杀高黎的亲援势力 红军军入侵高黎后 公敏王又改变主意 再次投靠元朝 当大明立国的消息传到高黎后 公敏王立即停用元朝年号 并正式向明朝称臣 1370年 朱元璋册封公敏王为高黎国王 高黎开始使用大明洪武年号 高黎与明朝的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 公敏王不断派遣留学生到明朝国子建读书 选拔共使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 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 却是暗流涌动 被赶回草原的北原政权依然苟延残权 高黎国内的亲缘势力也是四级待发 高黎王朝的命运又将如何 我们下回分解